女人如果在微信上经常对你说这四句话,表明她爱你很久 现在很多女人在和男人聊天的时候,都是通过微信作为辅助工具的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在微信上经常对你说以下这四句话,说明她已经爱你很久了 1.别太累了 如果一个女人在和男人微信聊天的时候,对男人说别太累了 说明在女人心中对男人是有满满牵挂的 同样她也希望自己体贴,可以让男人摆脱疲惫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经常叮嘱你别太累了 说明在女人的内心是非常在意你的 她非常看重你们之间的感情 2.最近有时间吗 如果一个女人在微信上经常询问男人最近有没有时间 说明这个女人是非常想陪伴在男人左右的 同样她也想确定一下男人的休息时间是否充足 因为在她的心中对男人充满了爱 所以她才会关心男人休息问题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在微信上问你有没有时间 说明她已经关注你很久了 并且她对你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意 3.想你了 如果一个女人在微信上和男人说想你了 说明她的内心对男人有强烈的思念 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思念 才会对男人述说想你了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在和你微信聊天时跟你说想你了 说明她非常爱你,她也特别在意你 4.开心吗? 如果一个女人在和男人聊微信的时候 关心男人是否开心 说明女人的心中是希望男人过得快乐 所以她才去询问男人的情况 同样当一个女人经常问男人开心吗的时候 说明在女人的心中对男人是有满满的爱 所以她才会给予男人情绪上的关怀 男人们,如果一个女人在微信和你聊天时问你开心吗? 说明她已经爱你很久了 男人们,女人如果在微信上经常对你说以上这四句话 表明她已经爱你很久了 并且她在你们感情中也投入很多时间 因为她在用心经营你们之间的爱情 她想让两个人的爱情变得更加长久 等于赵森上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